无人的马路上突然间一辆白色轿车高速驶来 直接撞上路旁一根电线杆 整个过程短短不到两秒 轿车货报赶到车祸现场 只见前方一辆白色轿车 车头整个和电线杆连得紧紧 损毁严重 至于车内一共五人全部受伤 其中坐在副驾驶座的女性 伤势最为严重 送一抢救后仍宣告不治 四状路边灯杆 造成副驾驶座乘客送一抢救后无效 小轿车的车头凹陷 车壳整个隆起变形俗毁严重 内部链接掉了一堆 引擎直接报销 都不难想象 撞击瞬间力道之猛 花莲这一家五人 当天从花莲吉安出发 准备要到台东持统拜拜 在回程时 疑似为了闪狗 失控冲撞电线杆 这一状也使得 车内一共五人全部受伤 其中坐在副驾驶座的女性 也就是这一家的姑姑 头部受重创 送医后人不治 那现场患者有三大两小 分别由瑞税 以及关医的救护车送院 那消防局故意大家 在农历7月的时候 要行车 要注意安全 再看看这样产烈的画面 警方提醒 快快乐乐的出门 只要不随意超速 不比较驾驶 就能平安回家 这里有几条严禁语 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